大家好,中共二十大一中全會今天在北京舉行,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 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當選了政治局常委 習近平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展開了他第三個五年的任期 他率領新領導層在人民大會堂,集體亮相 新一屆政治局常委裡面,王滬寧、趙樂際是連任常委 兩人預料將會分別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 上海書記李強明年三月將會接替李克強擔任總理 北京書記蔡奇接替王滬寧,接長黨務意識形態 廣東書記李希擔任中紀委書記 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將會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中央政治局是中共最高決策機構 管界24人包括 丁薛祥、習近平、馬興瑞、王毅、王滬寧、尹力、石泰豐、劉國宗、李希、李強、李幹傑、李書女、李鴻忠、何衛東、何立峰、張又俠、張國清、陳文清、陳吉寧、陳敏爾、趙樂際、袁家軍、王坤明、蔡奇。 最近解放軍直十九公開發表的照片裡面 頂著黑色的大窩 這個情況越來越常見 這個黑色的高抹窩裡面裝的其實是毫米波雷達 這種傳感器幾乎已經成為了直十九的標記 在近日CCTV7的武器面面觀的節目裡面 展示了直十九頭頂的毫米波雷達 這個央視節目中的黑色高抹窩 具備了看穿戰場迷霧的能力 直十九是中國陸軍配備的第二代武裝直升機 和直十差不多同一時間是列裝部隊 作為一種多用途的武裝偵察直升機 直十九的配置也有它獨特之處 當它掛上了反坦克導彈和火箭彈的時候 它就是攻擊直升機 但是當它開啟頭頂的黑色高抹窩 就是毫米波雷達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一個偵察直升機 為它身後的陸軍航空兵打擊集群 開闢通道掌握戰場的態勢 那什麼是毫米波雷達呢? 毫米波雷達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怎樣令直十九在瞬間切換身份呢? 毫米波雷達是一種工作在30到300支 黑支頻域的探測雷達 波長是介於尼米波和微波之間 毫米波可以穿透煙、霧和灰塵 具備全天候的工作能力 在現代戰場上 這種惡劣的環境比比皆是 坦克或者裝甲車打出的煙幕彈 自然條件下的雲霧 轟炸了之後的煙塵都會干擾偵察設備的工作 那麼毫米波雷達呢? 以及常見的紅外激光、電視等這些光學的傳感器 都很難克服這些問題 但是對毫米波雷達來說 這些障礙就完全不在話下 毫米波雷達的抗干擾和反引生能力 亦都比其他的微波雷達強 因為他能夠分辨到雷達反射面積很小的物體 直十九武裝偵察直升機的毫米波雷達 甚至能夠發現在低空飛行中突然出現的難路電線 同時毫米波雷達的精度也能夠支撐 他對地成像的功能非常利於貼地飛行的直升機 進行低空襲擊 在現代戰場上電池環境越來越複雜 地面的車輛也開始走向隱身化 光學傳感器是很難快速識別這些高價值的目標 而毫米波雷達的優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發揮 同時毫米波雷達的體積和重量都是比較小 非常適合直升機這種對重量很敏感的飛行器 除了毫米波探測雷達 甚至亦能夠發出和它相適應的毫米波制度導彈 毫米波探測雷達再加上毫米波制度導彈的組合 幾乎可以令直升機在無視戰場環境的干預 發動對地面目標的精確打擊 直十九個飛行員也都在央視的節目裡面延伸說法 幾十噸的坦克在近距離看上去就很大 但如果距離是在好幾公里外 哪怕在光學瞄準的設備裡面 你看上去仍然很小 有時是小到手指甲那麼小 要想在飛行過程裡面瞄準這些這麼小的目標 就令到武器操作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裝備了毫米波雷達之後 這些困擾就沒有了 你只需要操縱雷達鎖定的目標 正下來的就是可以交給毫米波的制度導彈 是不需要射手 好像操作激光制度導彈這樣 他始終要將準心壓在目標上面 正因為是這些突出的優勢 毫米波雷達已經是被武裝直升機 納入叫做機載傳感器的豪華套餐 之所以這麼說 因為毫米波雷達的成本是不低的 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是配備得起的 比較典型的是美國波音公司的 AH-64DE阿伯奇直升機 安裝了AG-APG-78長工毫米波雷達之後 天氣條件理想的情形之下 可以探測到50公里外的地面目標 典型的工作情況之下 探測距離也接近30公里 直十九的毫米波雷達 研發的時間雖然是比較遲 但是他的表現一點都不比長工雷達差 美國陸軍為了折省成本 他沒有裝到 並沒有把所有AH-64DE都安裝了長工雷達 而是採用四機一組一拖三的配置 而長工阿伯奇可以通過數據鏈 將自己的毫米波雷達探測到的目標 訊息分享給其他三架阿伯奇 這樣就能夠保證直升機編隊的太小感知能力 也都降低了運行的成本 有意思的是 無論是長工阿伯奇 俄羅斯的米28N暗夜獵手 或者是解放軍的直十九都選擇把毫米波雷達 安裝在直升機的船翼頂部 這樣看上去好像直升機的重心似乎提高了 但是這種安裝的方式 是為了保證雷達擁有最好的視野 可以最大程度這樣減少機身的阻擋 擁有360度的探測能力 頭頂毫米波雷達安裝了之後 直十九可以在偵察裡面 利用樹林或者山體掩護自己 只是露出雷達的暗中觀察 大幅度這樣提高了在戰場的適應性 解放軍的陸軍航空兵部隊 在裝備直十九的同時 也裝備了直十的武裝直升機 直十九安裝毫米波雷達之後 不單止可以和直十配搭作戰 更加可以實現A到B射這一種先進的作戰模式 所謂A到B射就是由直十九偵察直升機搜射目標 然後通過高速戰術數據鏈 將目標的訊息分發給編隊中的直十武裝直升機 一旦構成了發射的條件 直十武器操作員就可以直接發射毫米波導彈 而飛出去的導彈就由直十九的毫米波雷達實現目標照射 最後擊中目標 毫米波雷達的出現 直接改變了直十九和直十的作戰模式 減少了直十安裝雷達的負擔 同時也不需要更小的直十九 掛載相對沉重的毫米波導彈 火力強大的直十可以充分發揮它的攻擊能力 而輕盈靈活的直十九 也成為了戰場空中的管制捷點 指揮武裝直升機進行作戰 這樣的配搭 這樣的列遷組合 起到了一加一大如二的效果 這就是體系作戰 即是說最早裝備 毫米波雷達的美軍 即使他們也都是暫時拿不出這種組合作戰能力的 在二十大 港代表通道第二場的採訪活動上面 山東省港口集團有限公司高級別專家 現在張連江他講到自主研發之路的時候表示 他說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和跑不來的 張連江他回憶說 起初他們是想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經驗 但當他們在國外考察的時候 是不讓他們下車不讓他們拍照 想合作對方又不想開放任何技術給他們 等於花了錢什麼都得不到 將來如果遇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還要花錢去解決 所以他們決定自主研發 但對方又跟他們說 你們成功的機率是零 深深刺痛了張連江和他們的同事 也同時激發了他們相當大的鬥志 張連江介紹他說依靠自主創新 他們成功創建了世界上裝卸速度最快的自主 自動化碼頭 在這個碼頭上所有設備都是自動運行 一個工人都沒有 甚至晚上一盞燈都不用開 身手不見五字之下 設備都能夠行雲流水 熱火朝天的自動工作 不久前他們還研發成功一種新一代的碼頭智能管控系統 用這個系統是第九次打破了世界自動化碼頭 裝卸效率的世界紀錄 張連江強調 他說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走自主創新之路 聚焦關鍵核心共性問題 聚智聚力公關突破 在建設交通強國 海洋強國這個新精情上 作出更大的貢獻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為啟解